当代世界已经没有超音速客机,不知道是时代进步还是落后了,而上世纪后25年,一些乘客却可以体验客机超音速飞行,带来的奇妙感觉。 这就是英法合作研制的协和客机和前苏联的图,144超音速客机,其中又以协和客机最为成功,也最知名。 1963年1月13日,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勒,率先将这一超音速客机研制计划,以法语命名为Concord在法语中代表合作,和谐。 而英国,为了向法国表示对合作的诚意,也同意采用法语名称。 两架原型机于1965年2月开始建造,协和飞机001号于1969年3月2月在图卢物质首飞。 1965年10月1日,进行首次超音速飞行,并持续了9分钟,最高速度达到了1.5马赫。 1970年11月,速度成功达到了2.0马赫。 2马赫的巡航速度,已经超越了全球至今所有公驾机的巡航最高速。 诞生更买的图22M、图160,美国的B1B,虽然通过变后略记忆,可以实现短时间的超音速突防, 却无法维持全程一两倍超音速巡航飞行,因此直到今天,协和飞机仍然是连续高超音速飞行距离最远,时间最长的有人飞机。 这个纪录F-22A更难忘其向背,为了满足长时间超音速巡航的需要,协和式飞机机体新长, 机翼设计为曲线变形三角翼,时速临界点高,高速飞行阻力小,飞行速度可以更快, 还能有效降低超高速抖动的问题。 协和飞机为此采用了四台高效率的涡轮喷气发动机,都具备只有战斗机发动机上,才有灯后燃气。 协和采用大容量油箱,单次载油,可超音速飞行超过7000公里,因此协和的航程,速度,和飞行高度,都完全具备发展成战略轰炸机的潜力。 应把两国本身,也有借民用项目,验证战略轰炸机的一些基本性能的想法,只是后来营爆的全球战略计划都销声匿迹, 在没有军事轰炸目标需求推动的情况下,协和改造成军用轰炸型号的计划也就最终树枝高阁,协和科技最终生产了20架。 1976年正式投入大西洋两岸为主的商业飞行,虽然跳价昂贵,但仍然深受商务人士和富豪的欢迎, 因为协和科技在纽约的宇伦多或巴黎之间的巡航速度,会超过该维度地球刺砖的限速度,若从东向西飞行,会产生跑到出发时间前面的奇观, 而且高速超音速飞行的一些奇妙经历也是亚音速科技上所没有的,可惜当代旅客已经没有机会体验, 不过协和科技在起飞加速阶段,往往会产生强烈的音爆,为此常引发机场周边军联的投诉。 2000年7月25日,铁核号科技中的AF-4590号班机,在巴黎戴高的机场起飞时, 免获了跑道上更早起飞的另一架美国大陆航空BC-10科技上脱落的小铁条,造成爆胎, 而爆飞的轮胎破片,就已超过音速的高,速机重北基基于中部的邮箱,研发大火,最终飞机坠毁,无人幸存。 这是铁核服役二十多年历史上的唯一一次伤亡事故。 这起事故的发生,加上国际油价的飙升,铁核飞机的运行长期亏损。 但2003年,尚有12架铁核式飞机进行商业飞行。 2003年10月24日,铁核式飞机执行了最后一次赛克飞行,此后全部退役,虽然是一种已经退役的老式飞机, 但是我们至今没有这种二马航巡航大飞机的设计,制造和使用经验,因此这里面的一些技术和成果,仍然值得借鉴。 对合覆虽然是一种尽力的马航巡航的地方,仍然是一种尽力的速度。 感谢观看